來,講時間,幾點幾分 來,幾點幾分,總共有四種的表示方法 來,我們最簡單的之前講過 整點鐘叫什麼? Clock,你記得嗎? 來,例如,七點鐘叫什麼? 7... 對嗎? Clock,對不對? 加上一個Clock,代表幾點鐘 Clock它是可以選別的 所以,如果我說It's 7,代表現在七點折,OK嗎? 那等於7的Clock,對嗎? 這是最簡單的表示方法 再來,第二種,來,這個也很簡單 直接,小時幾點,加上幾分 來,如果我說現在是5點29分好了,怎麼說? 5點再做5,對不對? 29分就是20 來,記得要一個小槓槓喔 還記得嗎? 小槓槓,有沒有 傳奇,9,還記得嗎? 這樣比較過了 5點29分,要記得 20幾,30幾,40幾,50幾,有沒有 後面中間這裡要記得一個小槓槓,可以嗎? 小槓槓 一般都提起,那兩種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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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第三種,如果加入時間負詞 來,時間負詞總共分為兩種 第一個是12點前 第二個是12點後的 而12點前我們叫早上嘛 上午最早,AM 那12點後我們叫做A4,對不對? 下午最早,AM 所以早上叫做In the morning 下午以後的叫In the afternoon 或者是In the evening 然後晚上就叫做At 9 對嗎? 那是我們之前講過的時候,講得比較快喔 很開心喔 是啊 我們在幹嘛呀? 我們在幹嘛呀? 我們在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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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啊?星星在你們講,裡面也有有一個綠色的星星 因為那頭髮印彩色的 我突然想到那個是誰 所以這一刻,這個 密圖吧 這是我們什麼啊? 第四課的重點喔 把時間放在後面 先寫分了 再寫數吧 你知道應該用十刀打到嗎? 來,這個是我們第四課的重點 密圖吧 密個不然間的方法 對嗎? 所以我們先寫分 再寫十 來,總共分成第一種 一到三十分的 第二種是三十一分到五十九分的 不是這個 分成兩半 可以嗎?這個是十都看得出來吧 三十六九十二 看嗎?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一半 在這裡 所以我們先講這一邊的 一分到三十分的 把一分到三十分的 進行在這裡 一加上分 再加上 來,過了 幾點幾分那個分嘛 所以用 past 或者是 after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了 衝過嘛對不對? 我們十刀 假設我們現在兩點好了 兩點在這裡 差不多吧 來,兩點 他的十針在這裡 來,十針比較短 所以我們放這裡 來,兩點二十分 二十分你要怎麼表示? 二十分是不是那個分針比較長一點? 是不是在這裡? 大概大概這裡好了 二十分 二十分 在四的地方 有沒有 二十分 所以兩點二十分 那在這裡我們從十二開始計算 所以原本分針是不是應該在這裡 所以他是不是這樣 等等等等 下 通過二的地方 所以他不要同序嘛 所以通過我們叫 past 或者是 after 就是這樣來 可以嗎? 喔 快嗎? 了解喔 我知道 對 不是喔 所以這裡來 他的分先寫 我們看一下例句 It's 5 然後後面寫11 所以是11點05分 11點05分 所以是5分怎麼樣? 通過了 十二點鐘 這個十二的這個 指針這個地方嘛 所以他大概在這裡 五分在五 一這裡嘛對不對 一 所以他一樣也是有通過這個地方 到這裡來 所以一樣我們用 past 或者是 after 可以嗎? 所以這個練習 你們寫一下 past 跟after 可以嗎? 老師 你有沒有沒死到差不多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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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齁 來寫一下喔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我們講過的十五分 就是所謂的 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 六十的四分之一是多少 就是十五分啊 可以嗎? 所以這邊寫上 quarter Q-U-A-R-T-E-R 叫做 quarter 來 你也是 快點這個字很重要 quarter 你是quarter的嗎? 是 or or 它是or的音 所以叫quarter 可以嗎? 你也是 是quarter 可以嗎? 可以喔 來再來我們看一下 後面的例句 來通過怎麼樣 四點了 來通過多少 十五分 所以要一克 那加上一個 二 可以嗎? 因為它是可以數的一克喔 可以嗎? 它總共分成四克嘛 對不對? 所以通過一個一克 所以是四點十五分 可以嗎? 是 closer k-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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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個再講 再來可以嗎? 那我們進階版喔 看一下 藍色這個部分 藍色這個部分 比十五分還要再多一倍 就是三十分 可以嗎? 但是你們要記得喔 三十分叫做 哈 它的L 不發音 可以嗎? L不發音 所以它叫哈 哈 可以嗎? 再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喔 我們來這個 很重要的是 來哈 它就不可以數了 三十分 所以已經哈 然後哈 或者是哈 所以是十二點半 可以嗎? 可以嗎? 通過了十二的指針這個地方 它通過了半 半 半個小時 可以嗎? 三十分鐘 所以 是哈 或者是哈 所以是十二點半 可以嗎? 可以嗎? 目前到這邊 OK嗎? 看哈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了喔 看哈 我們之前講過了 而且我一定要有畫這個圖給你們 都忘記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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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好像 沒就有了吧 好像有 沒像是明明舊的嗎? 明明舊有 沒有 沒有 再來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部分 剛剛講的是 右半邊的 一分到三十分 那我們現在要講 三十一分到五十九分的 它的表示方法在這裡 一加上分 再加上二加上十 來這個表示的方法就是 再過幾分鐘就幾點了 所以再過幾分鐘就到幾點喔 所以這個小十 像這樣 下一個整點 可以嗎? 再過 是下一個整點的 OK哈 那分的話是寫差幾分 然後就幾點了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句喔 來這個第句第一個 It's time 所以在五分鐘就幾點了 在五分鐘就八點了 所以是幾點幾分? 在五分鐘就八點了 在五分鐘就八點了 所以是七點 七點五十五 可以嗎? 這個邏輯可以嗎? 可以 在五分鐘就八點了 所以是七點五十五 所以到 所以就寫上去 可以嗎? 去有到的意思 是在幾分鐘就幾點了 就到達這個下一個整點 所以 太好 不要再玩了 我沒有在玩 你寫了嗎? 喔我真的沒有東西寫咩 我們下一次要考這個喔 好 主要是說我們之後 每一次都要考上一次 講過的 為什麼 我沒有寫 太好 不要再寫了 都說禮拜四到幾次 不要再寫了 這是什麼 好 好像這樣我們等一下 不要讓我看到 好死 不會 我這麼愛喘幾條 直接用腳一喘 所以太大粉了一點 好玩耶 而且沒有要值 不然是想怎樣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哪一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 再過十五分鐘 就要十五點了 所以是幾點幾分 這個比較行 十五分鐘 再過十五分鐘 就十點 十九點 合床 十九點 四十五 來 所以再過 再過十五分鐘 就十點了 所以是九點四十五分鐘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他說再過二十分鐘 就三點了 他說再過二十分鐘 所以一二十二 三 可以嗎 再過二十分鐘 就三點了 你們沒有發現這裡啊 都是什麼的倍數 五、二十五 跟二十五 都是五的倍數 所以我們通常用這個 再過幾點 再過幾分鐘 就照幾點鐘的這個 幾分鐘我們通常會用五的倍數下去去計算 大概會比較簡單又方便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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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再來 第四頁的下面 這張你們的功課 還有 右邊的 練習這邊 喔是喔 喔是喔 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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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